不认识 不能反悔啊 我知道 作为男人就得有所担当 苏南阿姨白走了 我们父子俩的八字还真乱 正华 二日子 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 快快快走 妈 有什么事吗 珊珊来了 你得去看看自己的新娘吧 快 以后有的是机会看 你这孩子 你怎么也得去 跟你的老岳父打个招呼吧 快快快 赶紧走 不去 随的吧 但结了婚 就由不得她了 走 快点啊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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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狼 你干嘛 天狼 这么多宾客呢 别给咱妈丢脸 那天 你毁了我跟清零的婚礼 你什么意思 你还交毁了这场婚礼 不可以吗 段天狼 你 天狼 你干什么呢 这么多人哪 你想要伯父知道吗 再说爸还有高血压 段天狼 天狼 天狼 董经理 天狼 你冷静点 珊珊 不管怎么样 你一个人要把婚礼完成 我就看看天狼 看着他 加油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亲朋好友 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好 今天 我们将迎来一对新人 段天狼先生 和居珊珊小姐的幸福结合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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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eiro popped 福音樂 那 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 我是今天的新娘居珊珊 天狼怎么没进来啊 天狼的病发作了 他不早就治好了吗 先别管 我一个人在这儿撑场面 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寒酸啊 不会啊 谢谢大家 虽然我人站在这儿 但是我的心已经飞到新郎那儿了 我想回去陪他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在宴会厅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 天狼的病不是好吗 亲家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该我们上场了 有请新郎新娘二位父亲 为我们祝新婚贺子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前来参加天狼和珊珊的婚礼 等一会儿我和庆家给大家敬酒 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珊珊和天狼的婚礼 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今天能在这儿吃得好玩得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天狼 你觉得你这样做好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人 爸的面子怎么办 还有珊珊 段天狼 太过分了 珊珊 你怎么过来了 客人呢 你爸和我爸在 这场婚礼还不了 是 还不了 这场婚礼还不了 我没想讲述 只是单纯的不想参与而已 段天狼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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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宗经理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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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拿杯水 天狼 天狼 你没事吧 儿子 怎么样了 你好点了吗 对了 珊珊 你赶快把天狼扶到房间去休息吧 我已经没事了 你吓死妈妈了 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 珊珊 你赶快把天狼扶到房间去休息吧 我已经没事了 珊珊 你赶紧跟天狼上去休息 等下饭好了 我叫你们 上去吧 对 珊珊 快去吧 快 赶快上去吧 赶快上去吧 爸 妈 妈 姐爷 姐夫 那我先回去了 去不去的话 等一下 婶婶 以后 你还是叫焕萍阿姨好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爸 我是天朗的亲生母亲 我儿媳妇叫我一声 妈怎么了 再说那女人不是不在吗 爸 爸 我跟天朗结婚了 那天朗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 再说 我从小就把焕萍阿姨 当成自己的妈妈 如果男阿姨回来的话 那是我好福气 有两个婆婆 爸 爸 妈 别生气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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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朗 天朗 你知道吗 我等了十几年才等到这一天 终于嫁给你了 我去出房 天朗 你别忘了 你还怀着孩子 早点休息 你 看我 也uga 你的宽容不是陷诺 glue 原谅我错过的太多 太多 不变的是你的承诺 我要用心对你诉说 欲望埋下苦涩的果 那么多 陪伴让我一错再错 谎言越来越多 你一定要沉住气 这可是你的洞房花烛夜 知道吗 知道吗 狗屁动王花主义 端天朗木清零 把我人生最宝贵的一天 给破坏了 我一定饶不了他们 好了好了 小声一点 别把你爸给吵醒了 妈 我要去找爸 我要他给我瓶瓶礼 好了 听话别闹了好吗 妈 你怎么在这儿 萱绅 你怎么在这儿啊 疯了 你怎么能喝酒呢 给我 姐 妈 你管管她 行了 她心里不舒服 让她喝吧 她是孕妇 我不能喝酒 她没怀孕 你怎么知道她 你爸去美国的时候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就知道 你们准备了什么绝招 结果后来我看新闻 说你大闹天朗的婚礼 我就知道了 怀孕肯定就是你想要 夺贵天朗的手段了 怪不得你不让我碰你肚子 这么说 你说你跟天朗没发生什么 那些照片哪儿来的 孩子都能弄出来了 这张照片算什么 你说这样的谎 爸和天朗知道了怎么办 这件事情我们三个人 不说出来 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妈 她是孕妇 她肚子不大 谁都会知道的 没有了多方花主意 肚子怎么带得起来 母亲里这个狐狸鸡 那母女俩真不是一般的难缠 老的刚走 小的又过来夺我们家男人 真是不可原谅 好了 你们俩给我听着啊 男人是要面子的 你们要给足面子 那到时候 即使他们不爱你们俩 他也不好意思 就不会离开你们了 这是妈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 你们千万不能像妈一样 听见了吗 我还不够给她面子吗 东方花主意 她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 跟母亲里那个狐狸 亲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我还要怎么做 我还要给她们拉上窗帘 然后盖上被子吗 我好恨 好恨 你给妈听着啊 这口气 我一定帮你们出 没事的啊 抱歉 跟你说了那么多狠心的话 那些都不是我的真心 可我的真心 没有机会再告诉你了 天哪 我想好好地跟你告别 一个女儿 识记得历灵 让盖斯的恶魔又回来找回来 又是因为断天狼 对不起 打扰你了 她真差劫 总是让你流泪 跟她无关 秦岭 离开这里吧 在这里看着天狼和珊珊出双入对 你只会更痛苦 你现在每天都在避开她 下了半夜不敢回家 离开这儿 不用担心生活 我会帮你 你不懂 我现在还不能走 你知不知道 看着你这样我很心疼 可是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不用同情我 不是同情你 我是 你真的不懂我的心吗 你不懂你 你干吗呀 我要打醒这个王八蛋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妈跟你说不能冲动 冲动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我看出来了 这个沐清凌 比他妈可无多了 他不但不放过天狼 还拉着我们丁海不放手 沐清凌 他 他是丁海千妻 什么 我向我爸隐瞒了 这件事情 不是 我不明白 那他为什么能在这个家里 待下去呢 我爸非留下他 我知道 因为那个女人 妈 那我怎么办啊 妈跟你说过 不要着急 你像刚才那样冲过去 可以吗 男人是要面子的 一定要给他面子 哪个男人不受诱惑呀 关键是诱惑他的女人 那个女人 好了 好了 宝贝儿 妈妈知道 放心吧 妈妈帮你摆平一切 看来 我是应该让段家 清静下来 好了 好了 妈 气死我了 来 这一道早晨就吃这么昏呢 正华 这又没有油又没有放调料 卡路里又低 蛋白质又高 这不是挺好的吗 蓝嫂 帮我煮碗面 好的 马上 不不 不 不用了 不用了 蓝嫂 不用 那个 正华 吃面条一会儿就饿了 行了 别像小孩子一样挑嘴 你看 不是还有蔬菜沙拉吗 我又不是牛 大早晨 卫生草 你看不是我说你啊 咱们现在应该有一点健康意识了 行了 就按我的食谱走 清零 你怎么不吃啊 我吃了 脸色好像不是特别好嘛 是吧 你看她脸色不好 等等啊 清零 你看啊 这个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维生素 一天呢 三顿 跟饭一块吃 效果特别好 来 给你 那怎么好意思 这一家人有什么好客气的 再说了 这身体好了 才能更好的工作 把你的香水调治好啊 对不对 行了行了 你俩就别跟我客气啊 谢谢阿姨 好吧 快吃了啊 来 郑华 上班去啊 领带歪了 没想到你对清零这么体贴啊 领带还是歪的 我 不能替你弄吧 那就麻烦你了 我知道你对清零好 我知道你对清零好 但是你心里都知道 嘴上不会表达 好了 谢谢你能这样对清零 出乎我的意料 出乎意料 其实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 好 我走了 天狼 我来看你了 你来干什么 我们可是新婚夫妻 我来看看自己的丈夫 还需要理由吗 我很忙 我知道你很忙 我就说两句话 是这样的 我爸问我们去哪儿度蜜月 她要买单 我本来是想去国外的 但是想到你最近工作太忙了 要不咱们就去周边吧 孕妇是何理由吗 你什么意思 因为孕妇你不跟我睡觉 因为孕妇你又不肯跟我度蜜月 难道天底下的孕妇 就该在家里坐视堂子吗 你干嘛要钻牛脚尖 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我看你根本不想和我去理性吧 只要你把话说开了 那我也不需要找什么借口 你什么意思 我是不会跟你去度什么蜜月的 我们之间永远不会有蜜月 断天狼 你太过分了吧 婚礼你让我难堪 然后蜜月你也让我难堪 难道你跟我结婚 就只是为了让我难堪吗 我早就说过 你对我不要有什么期待 可你别忘了 我还是你孩子的妈妈 你说对了 你只是孩子的妈 她什么意思啊 她说我只是孩子的妈 我跟她可是合法夫妻 我们两个可是结了婚领了结婚证的 轻点 轻点 你要这么吵 让清凌听见了 她就要笑话你了 她在家 妈 你怎么不早说 刚睡觉 你要是这么吵下去 肯定她就醒了 好了 别哭了啊 我现在就是个笑话 我现在就是个笑话 段天狼让我到哪儿 都成了一个笑柄 你看你啊 这婚都结了 人都是你的了 你着什么急吗 慢慢等呗 我 我等了十几年再嫁给她 难不成我还得再等十几年 才能得到她的心吗 妈可告诉你啊 别把天狼惹急了 你要把她惹急了 你就真白等了啊 妈 我 妈 妈 你干吗 我饿了 吃点东西 你要不要 我在表 你自己吃吧 清凌啊 阿姨给你的维生素 还在吃吗 嗯 一天三顿 那怎么脸色 还那么不好啊 我脸色还不好啊 看来呀 还应该再给你补一补 阿姨去厨房看看 晚上给你加个好菜 不用 阿姨 婶婶 走 走啊 妈 回来啦 天狼 回来啦 天狼 啊 我真是要个糊涂了 你怎么了 怎么活活活活活的 可能是清凌没睡好 清凌 要不到楼上去睡会儿 待会儿饭熟了 阿姨叫你下来吃好吗 嗯 好 行了 珊珊不高兴了 你劝劝她 去 快去 妈 好了好了 妈跟你说过什么 五星灵 你给我起来 女人也有个好几个的 她们儿子的 现在这次她们儿子的 她们儿子的 她们儿子的 我儿子的 你吼什么 你过得不好 我过得好吗 总之你们夫妻俩的事 不要再扯上我 沐清凌 你离开段家吧 我不走 我要等我妈回来 还有 不要再因为天狼的事找我麻烦 该做的我已经做了 出去 你离开段家吧 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清凌把他让给你 是我对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你不要再欺人太深 我走不走 我什么时候走 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给我出去 你 出去 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妈 怎么了 闪闪 怎么气成这个样子了 妈 那个沐清凌真的是疯了 我从来没见过他 这么歇斯底里的 真的吗 这就对了 好了宝贝 赶快下去吃饭吧 别生气了 快点啊 把天狼让给我 所以你的意思是天狼 原本是你的 母亲 你脑子坏了 遍了 好 你水 你快点儿 你也不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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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就吃了 你吃了 我怎么看你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要不要休息两天 我没事 我在想香水配方的事 清零 你看看你啊 我们段家的男人对你多好啊 你应该打起精神多吃点啊 要不然家里其他的女士 都要受冷落了 妈 这是什么呀 凭什么只有她有 你看你这个孩子 清零身体不好 妈妈特意给她做了荔枝炖眼窝 清零啊 趁热喝了 不用 阿姨 给叔叔喝吧 清零 让你喝 你就喝 趁热 谢谢阿姨 孩子们都吃饱啊 喝饭 你喝酒吧 我的家夫 你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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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香客富装吃饭吃饭吃饭吃问题 你说可惜了 我就做了端上来了 放心啊 孩子们 以后家里的菜谱啊我来定 像这样的菜就不会端上来了 那你让我吃什么 尝尝这个 西兰花 又营养又健康 来 怎么样 这么硬 又没滋味 怎么吃啊 不是挺好的吗 油不能太多了 而且蔬菜吧 住时间也不能太长 营养会流失的 明天我用这个西兰花啊 给大家熬玉米浓汤 我不吃那洋玩意儿 正华 你什么事情那么着急呀 其实等我洗好碗 再说也不迟啊 这种事让兰嫂办就行了 我还是自己做得好 她呢 我总觉得弄得不干净 你是客人 怎么好意思让你干这个呀 正华你 想跟我说什么 天朗的婚礼 已经办完有一段时间了 我想问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我也好提前做准备 为你进行啊 你想跟我走啊 当然不是 你是雪晴和天朗的母亲 你有资格住在这里 我已经决定了 多待一段时间 如果你要是觉得 不太方便的话 我可以搬到酒店去住 真的没关系 只要你觉得方便 你就住下去 这话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我在等苏南回来 苏南始终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其实我根本没有想着 要做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 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我们之间就是 普通的朋友吧 朋友 怎么 难道连朋友都不是吗 当然不是 你去吧 对了 正华 那个 我这次回来吧 我觉得你的身体 真的不如从前了 我在美国呢 给你约了一家 非常权威的医院 叫圣约翰医院 针对心脑血管的 他们答应我了 尽快地给安排床铺 然后呢 你过去做一个 全面的检查好吗 不用了 谢谢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里 等苏南回来 家就在这儿 她要是回来的话 一定找得着 再说了 清灵不是还在这儿等她吗 我只要是 我特别的想她们 我都不会出来了 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 帮她们 我还在这儿 你能安排床铺 你能不能安排床铺 我只能安排床铺 不知 难关心 那就等 你去 走 你考虑他 清零 那个 行 你别走 你在这里 我出去 你在这儿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儿 我出去 清零 我感觉你最近一直很恍惚 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是吗 我 我最近一直都在 支持阿姨给我的补药 清零 我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你这样子我很不放心 我的样子怎么了 你还是多关心一下珊珊吧 她才是你老婆 你应该关心的是她 这个不需要你提醒 我只希望你能 照顾好你自己 这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可是 我每天看到你看书发呆 吃饭发呆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照顾好你们家珊珊就可以了 你发什么火 我只是关心你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先走了 清零 这么早就走了 阿姨 我突然想到一个原谅 赶着去实验室 不管怎么说 吃了早饭才走 我不吃了阿姨 走走走 不吃了阿姨 阿姨特意给你做的 你不吃不就浪费了吗 雪哈汤 喝完啊 喝完了阿姨 谢谢阿姨 好吧 上班去吧 我最右边的 赶紧 你什么人 你 Thankfully 为什么 你还学上 你早就认识了 好 你怎么说 那对 你怎么整个人 那你把它 你怎么整个人 他他们都在 你整个人 我整个人 我整个人 天狼 爸 新的孟灵基地 进展得还算顺利吗 新的工厂了 青灵研制的香水 进展怎么样了 我好久没去了 那好 你等我 咱们去花工厂看看 好 新灵 新灵 你发什么呆呢 没有啊 我在看它这个 有什么反应 这 这都是精油 没有加化学用品 也没有加酒精的 能看什么反应 那 那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不是 我们不是在测稳定性吗 对 稳定性 清灵 你这几天 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 我先出去喝口水 测试稳定性 温度 温度超过五摄氏度了吗 温度这么高 是应该加点酒精 救命 救命 清灵 你没事吧 着火了 清灵 你看看 着火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着火了 大火 着火了 快点 快叫醒 快叫醒 我去找人 快叫醒 快叫醒 喝酒 好了 没事 没事的 放心吧 我先走了 再见 清灵 要不上医院检查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受伤 我没事 实在对不起 都怪我不小心 一句对不起 一句不小心就行了吗 你刚才差点尿成火灾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晚来一分钟的话 后果会不堪设想 那里是实验室 到处都是化工硬品 是易燃品会爆炸的 这里是化工厂 如果发生爆炸 我们大家都完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对不起 我以后不想再听到 对不起三个词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你踏进实验室 记得你出去 没必要跟清零 发这么大的火 爸 刚才你也看见了 我知道 刚才情况很紧急 清零不也是吓坏了吗 最近 他总是心不在焉的 整天昏昏噩噩噩噩的 是啊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放几天假 让他休息休息也好 天郎 清零也不希望出这种事情 回到家就不要再提了 家里够乱了 我知道了 回去吧 钱已经到账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 分成三七两分 七留着 三邦血行买正台的股票 他持有的股份越多 低位就越稳固 对我们的帮助也越大 段天朗最近有什么剧动 他最近一直往花工厂跑 今天穆清凌在实验室 差点被烧伤 估计段天朗正在照顾他们 差点受伤 清凌 你怎么了 你居然没有发现我 我真是活都不在了 你没生病吧 没有啊 我很好 我听说花工厂的事了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这 雪晴快回来了 你快回去吧 好 好 这么严重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 你没事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你知不知道战火出人命的 段家人他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清凌我求你了 离开段家 不要再跟他们有任何瓜葛 你看看你自己 搞成什么样了 你放心吧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他不让我再进实验室了 我除了做香水什么都不会 现在连香水都做不了了 我还有什么用 清凌你听我说 你搬出去 搬到我们结婚的地方 那里现在空着 随时可以进去住的 我再给你找个花卜和实验室 你可以继续做你喜欢的事 空的时候再去两岸鱼看看男人 丁海 丁海 你没事吧 清凌 你给我过来 来 丁海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接近清凌 走 快别打了 天狼 别打了 别打了 放手 你凭什么警告我 你我半斤八两 别打了 住手 你们干什么呢 快住手 别打了 起来 别打了 快起来 快住手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 嫌段家的丑事不够多是吗 站着好看 干嘛呢你 过去 快点 丁海你跟我说实话 天狼误会我们了 误会 你骗得了我的女儿 你骗不了我 你和清凌的那些事情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你跟我说实话 妈 我跟你发誓 我跟清凌之间是清白的 我只是劝她离开段家 段家因为她的存在 变得一团糟 只要她离开 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只可惜天狼 并不希望她走 行 我相信你说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清凌怎么说的 她答应了吗 她还没来得接回的 天狼就出现了 她怪我赶她走 丁海我告诉你 天狼那边我去说 但是以后清凌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了 要不然的话 我会替我的女儿 打包不平的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我先走了 妈 你来了 你来了 为什么打架 你说呢 你明知道我心里担心的人 只有你 今天真对不起 不应该重点发火 本来就是我不对 不用道歉 那我先走了 你答应我 不会受她的蛊惑 不会离开我 我妈回来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这我们早就说好的 还有以后 不管你听到丁海说什么 你都不要激动 我不会听她的